猛烈炮火不斷落下 乌克蘭烽火連天 无二战争超过一周 现在波及到金融市场 先扫到的就是投资人 看看所有俄罗斯基金 绩效走势 统统都只停在二月二十五号 就是因为俄罗斯寄出反制裁 外资净卖有价证券 已经有六家境外投信 包括瑞银 汇丰 摩根大通等 同步决定暂停受理客户申购及赎回 等于投资人手握俄罗斯基金 想跑也跑不掉 只是俄罗斯反制 各国也继续强硬祭出制裁 新一波手段再度袭来 美国 欧盟 英国 加拿大 发布联合声明 把多家俄罗斯银行 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是全球两百多国金融机构 使用的合作社 提供安全的跨境转账沟通体系 一旦俄罗斯被踢出SWIFT支付系统 第一冲击的就是台湾受险业 虽然国泰金控已经强调影响不大 不过国售已经在三月六号 先任列投资俄罗斯债券减损二十六亿 金管会也统计国内整体受险投资 高达一千三百八十二亿元的俄罗斯债券 金管会保险局更要求半年内 保险业要想办法出清俄国投资部位 或者要定期追踪 毕竟上市过去宏极一时的高盛金砖四国基金 二零五年也因为绩效惨赔百分之二十一 连年赔钱也让高盛打退堂股 竹因就是因为这些国家股市表现 受到地缘政治影响 绩效基金落差大 专家也提醒全球避险情绪持续升温 投资人操作得更加谨慎 在那时文谢俊仲张沙轩台北报道